同居途往生 要功夫成品 烦恼确实没断 怎么往生的 虽有烦恼 烦恼不起作用 你这句佛号功夫得力 能够把烦恼扶住 并没断 古得所谓 不怕念齿 念起只怕就齿 念是忘念 念头起来 不管是善念是忘念 都不要管它 为什么全是忘念 什么是诀呢 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诀 念头一起 阿弥陀佛把念头扶住 忘念只有第一年 第二年就换成阿弥陀佛了 阿弥陀佛这个忘念压住了 阿弥陀佛 就能往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有三瓶 三瓶里头过于三瓶 就九瓶 平位高下 你浮烦恼的功夫 从这个地方 自自然然 现出平位不同 凡胜同居图 上三瓶 这就下背往生 下背的上瓶往生 就自在了 他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他一点妨碍都没有 站着走 坐着走 潇洒了 你说这个功夫 我们要不要练 如果真的要想练这个功夫 没有别的 把誓言看淡 看轻 你就能提升到这个功夫 不要太重视这个世界 一定要晓得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 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续望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淫 你能做如实观就对了 烦恼 烦恼并没有断 能帮助你 付烦恼 心里面呢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就成功了 阿弥陀佛之外 还有别的念头 那叫夹杂 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 念佛这个方法 大师之菩萨将决了 八个字 渡舍 渡舍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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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贪嗔痴 很淡了 这一句佛号 给你做正常语言 你贪嗔痴 虽有 它不起作用 你一见到外面的境界下 你起来贪嗨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转过来了 那个念头没有了 转到阿弥陀佛上 看到不如意的时候 心里不高兴了 一句阿弥陀佛 全都回归到阿弥陀佛上 阿弥陀佛 解决一切 你这些杂心忘念 一句阿弥陀佛 去而代之 用一念 降伏一切忘念 你把这个事情做成功了 这叫功夫成品 你老人家就决定 哇塞 而且什么 而且你随时可以走 想什么时候就走 什么时候走 站着走行 坐着走也行 随便你 你想着 用什么方式 就什么方式 它能如你愿 而且 我们前面都过 也讲得很清楚 无逆时悟 临终地狱向现前 也能 有这个功夫 往生 下背 上品 能做到这功夫 甚至于 还有 那是很稀有的时候 地狱向现前的时候 如果这个手 如果这个手 是一念 是真心 它会变成 上背 上寸 理上 讲得通 我们能承认 不怀疑 那个真叫太难 太难了 那是 灵命宗 是地狱向现前 把他吓坏了 把他的妄心 下掉了 真心 现实了 真心 一念 佛号 上上 你说理上 理上讲得通 可是世上 有没有这种人 很难 我们不能否定 说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可能有 但太少了 真稀有难否 理上讲得通 佛法是跟你讲道理的 这一桩事情 让我们对于造作极重罪业的地狱众生 不敢轻视 为什么呢 说不定人家遇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进土这个缘呢 他往生 比我们品位高啊 我们不如他了 所以这有个好处 让我们真正明了之后 对于一切众生 不敢生亲满心 不敢瞧不起人 确确实实 说不定他将的成就 在我之上 他成佛 比我早 这一步 在我脑后 轻瘫